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例子就去年光棍节 那时候我已经上班了 我为了你 我请假 请什么假 你也不是光棍 因为我女朋友说所有节必须都得过 得陪她过 开着车去找她 我车了 她就从微信里接着过 就给我发微信 那时候说话真是可甜了 就是刚才那种声音 就问我到哪了 别着急 慢着点 注意安全 然后我一想说这女孩真好 我可不能对不起她怎么着的 然后我一看堵车我也着急 然后到了以后我刚想张嘴说对不起 个人就一巴掌 接着就动手 直接就护脸了 我没护她脸 要不然你再来一下我看看 我没护她脸 你护哪了 我就拍了她一下 然后我拍了一下我们看看好吗 就是 就这么拍她呀 你怎么才来啊 是这么拍的吗 就这么拍的 反正我忘了 这没什么 你这小心眼儿 得了吧 过了吧 他就是小心眼儿 他老是爱狡辩 他前段时间正好我也是下学了 下学以后 然后第二天他需要做活动 我说你第二天需不需要我去接你啊 什么的 他说不需要 离我家这么近 我打个车就回来了 我说第二天你要不用我的话 我就和我朋友出去 他说行 你出去吧 然后第二天我就和我朋友 网吧里边电脑 你跟你朋友在网吧里打游戏 对 他打电话 他11点结束 他10点50给我打电话 说你马上给我赶一个来 我一个在东头 一个在西纸头 开车各的就得一个小时 那我等你了 我半个小时之后我问他 那个瑞哥 你到哪儿了 你怎么还没来啊 我给你半个小时之前就打电话了 都半个多小时了 你怎么还不到 他在那边 有人叫他什么 哎呀 快过来打呀 他这马上先说了 干嘛呢你这是 那我不能把我朋友扔了 我陪他们玩玩 你听我说完了不行吗 他想说我一听不对呀 怎么回事呀 怎么还想到玩起来了 我说你到底干嘛了 你不来接我 他说那个什么 我跟我朋友在外面打游戏呢 我一听我能不活 哥是谁不着急 我天天半个小时都跟你说了 你半个小时之后还在那儿打游戏呢 那我不能把我朋友扔呢 你也没时间 那你朋友重要还是我重要 你打游戏重要还我重要 你能把我扔呢 你不能把你朋友扔呢 那你这样说 你每次和你朋友逛街 我找你 突然找你 你哪次不是不和我出来 后来你去了吗 我去了 我不是没去 他没去吗 我又挨揍了 他能揍你吗 他怎么不能揍我 你说主持人 你看我这么瘦小 我能打他吗 我能使多大劲打他呀 你打着我还小吗 谁让一块糊一块紫 谁打他 我自己捏的 不是不是 他能给你打紫了 杀人啊 主持人你看 他又叨叨又能说 而且还在那儿啰嗦起来 没完没了 和唐僧一样 你们俩谈恋爱多少年啊 两年半了吧 快三年了 我就一直忍受他这种 和唐僧似的叨叨 天天叨叨 我干嘛都得叨叨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 什么时候不该说 什么时候该说 什么时候不该说 那你说我逛街的时候 他就别老叨叨了呗 你说平时我俩出门出去玩吗 你说我们两个去了外地 人生地不熟的 在那个当时是 什么去年在杭州 那个还下着雨 我们逛完了一圈出来 你多浪漫呀 几乎边上下雨 是吧 我看法陆琪老师 玩一圈挺高兴的 重点是突然下雨 接着他就烦了 那本来男方就爱下雨 那谁能知道呀 那没带伞我知道吗 观点不是带不带伞的问题 他不问路 他下着雨 怎么问路 下着伞 站着特别老实 和木头一样处在那 我能不着急吗 我根本不叫怎么走呀 咱俩都从那躲着 你非让我出去问路去 我跟你说了 那你那意思是 我得去问路啊 我也没让你出去问路 那咱怎么走啊 你说咱怎么走啊 我说前面有公交站 咱来公交车 咱先上去 如果有出租车 咱接着打 你这好就不愿意 非让我出去淋着雨 后来发生了什么 你们一吵架打雷了 雨停了 根本就停不了 他根本就不看路 他自己跑对面去了 结果有个石头 没看见 他给摔倒了 你看就是被雷劈了吗 这不是 我摔倒了 关键是他还在那愣着 在那打车 他不怪扶我 是 那你说我打不着去扶了 你装样说我没打着车 我要打着车 我在外面 你得照顾我 后来呢 我打着车了 后来有点 我各自把他扶过来了 他说我不长眼 当时这么多人的面 男生谁不爱面子 这么多人都从来 这么大咧 炸火还揍我 我估计当时没什么人 下雨他们不躲雨吗 都从那躲着雨 看着我们就在前面 他就在前面摔着了 摔到以后 从来炸火 这么多人都从来看着 我说你给我点面子 你呢 你还是照样那个样 我当时跟你道歉了 我跟你说对不起了 你当时也原谅我了 你看哪次主要 真把我惹生气了 接着就这个样 你说哪次这个样 都不了了之了 这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你们也两年半了吗 今天来这干嘛呀 我听着全是些 小琐碎之事嘛 哪琐碎 你想想他平常 对我说话这个样 我觉得就应该 就一直对我说话 那个样 结果我俩有一次 去商场 正好他微信响了 然后他打开微信 然后正好声音挺大 我也听见了 一个男的 他给他说 横哥 什么时候回来 想你了 么么大 居然对别的男的也这样 你想我能受得了吗 那是我好哥们 我俩认识的时间 比他多长呢 那比我长的 你和他过去 我跟他有事的话 还能轮得着你吧 那你不会正常说话吗 么么大 这不就很正常的 现在谁说话 不都带个么么大 那你对观众随便说 你对他说么么大 来来来 你跟那个曲老师 或者陆老师 你看他们俩 谁事业 你跟谁说一个 你这么么么大嘛 你怎么了 对你对他 那么温柔干什么 你对我自己 说这些就行了 他们你说 那他们又没惹我生气 我只是生气的时候 我天天跟你好的称 惹你生气了 你又为我好 你整天为我好 那你别为我好了 你别惹我生气 就为我好啊 你现在能忍受他吗 现在真忍受不了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受不了了 我受够你了 我不想跟你好了 我很温柔啊 我挺好的 你 我 川哥你觉得我温柔吗 这问题特别难回答 我跟你真的不熟 我没法打你温柔不温柔 你温柔我最知道 那你别惹我 他要没理而合温柔 他只要有一点瘤 绝对就是母老虎啊 你是请老师来收拾他的呢 还是说你是来不要他的 不要他 我不想要他了 我挺好的 你为什么 你看我哪次 你不是来调解的吗 你现在这样 下节目 我也不知道怎么 回家贵错一本呢 确实不想要了 对 你在生活里 跟他说了不就得 你跑我们这来干嘛 你看一说就接着撒娇 一说接着撒娇 对啊 你说我怎么肥啊 他上完交以后 我刚要原谅他一会儿 不超过半天 接着又回母老虎了 好了 挺好的 他的温柔有人懂吗 你现在是不懂他的温柔了 是吧 我不懂了 我自从半年多以后 你包容我一下呗 我不是不相信我 你包容我一下吧 瑞哥 哎呦 你看到我又是个人 我不是不相信 我是不敢相信你了 你知道吗 哎你 你让我一下 我女孩 你让让我怎么了 你又不掉花肉 我 我想让你 我想让你 再让一次 瑞哥啊 你就让他一次吧 老师们 我看你们有招吗 到底是让瑞哥改变呢 还是说姑娘真的有问题 还是说这两个人 真的不懂爱情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瑞哥 哎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你吗 因为你太嘚啵啵啵啵啵啵啵 一件事情 你说五分钟的话 别人得说二十分钟 他说不过你 可不得打你吗 对对对 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一个是嘚啵啵 第二个是情商敌 人手一开始挥起来的时候 你就应该明白了呀 你马上就跟他说 老婆我错了 那不就完了吗 我反应快了 我半年前 我知道他这时候 早分了 你现在要跟他分手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一直爱的 根本就不是这个人 你一直爱他声音嘛 是他发嗲嘛 那你电视上看看 林志玲不完了吗 你找他干嘛 有时候对我也挺好的 他对你好 你怎么就不跟他过下去呢 一个姑娘 只有是你对他重要的时候 他才会对你那么做 关键这件事情 你要解决的 不是你们两个人分手 而是你要提高自己的情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不要再嘚不嘚嘚不嘚了 说话的时候让着点他 你要不改你这个嘴皮子 你这辈子活该被任何人都要揍 下一个女朋友照样打你 女孩 只对他厉害是吗 你觉得自己的个性 到底真是野蛮的那一面多一点呢 还是温柔的那边多一点 我觉得我没事挺好的 他老惹我 对 他为什么惹你呢 可能同样的事情 那些哥们也做出来 但你一定是温柔的 为什么 你跟他不熟 对 再往深一说 为什么不熟 因为你觉得 他是一个可以包容的人 因为你爱他 所以你可以敞开自己心扉 不用假面具 他只是看中你的外表 觉得你漂亮 觉得你温柔 觉得一定会听我的 但事实上 接触两年多之后 你已经不能再装了 两年多装起来蛮累的 所以 露出了真相 而你的真相 其实就是你所谓的 可能是直率 可能是简单 可能是一种表达方式 但是他 对于你这些表达方式 是不认可的 我不认为 男孩做一些改变 就会能继续维持你的爱情 那只是维持 那只是讨好 那只是在装 而两个人在一起 日子要长的话 一定不能装 当你愿意把最真实的一面 毫无顾忌地给到对方 而对方会坦然地接受 并且爱上你的 最真实的一面 这样的爱情才能长久 否则就是打打闹闹 多累啊 如果谈一份爱情很累的话 有接下去的必要吗 我以前经常重复一句话 说别人说我装 我说我不装 他说不装也是一种装 于是我就开始装 他说装还不如不装 因为各的荒 那我到底是装还是不装 装还是不装 这是个问题 能装多久 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说装是一种 个人修养的提升的话 那确实是应该装 因为人总得自信 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总得有礼貌 但是如果装得过分 那叫虚伪 一点都不装 这就叫浅薄 你是装的时候就太过分 不装的时候就一点都不装 而他是从头到尾 他都不装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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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听他们吵起来好像真是鸡毛蒜皮 你就会发现怎么这么点小事就 就那么大的冲突呢 请开门 别动 为了女朋友可以不要面了 你把听过我的时候拿手指着我说那段话你大声地说出来 我要为了女朋友可以不要面了 我为了女朋友可以不要面了 懂这道理了啊 踹他 踹 掐 其实就这么简单嘛 哪有那么复杂 你说你想想你最后 当你快失去他的时候你能为他那样 为什么平常不互相地尊重一下 不互相地保持一些距离呢 我以后不这样 我以后不糟糟糕了 对 多克制一下 是男人吗 是男人 这是真男人 可是你是男人 可是你是男人 你都主动出来了 你还在那磨 你还不跑啊 穿了可以别的说他了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别说他了 好放松啊 别说他了 哎呀 这挺好听的 这声音都好听 我就不爱听你们的声音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你把这个给 叔叔 你把这个给 阿姨 阿姨给你 谢谢宝贝 要保持一位师 谢谢你啊 谢谢你们俩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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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来 这边走 各位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其实吧 你对我也是挺好的 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过一辈子 我还是想好好照顾你 只要你对我稍微温柔一点 我还是愿意和你一直在一块儿的 你嫁给我吧 请亮灯啊 慢慢磨合好吗 记住老师们讲的 距离 装与不装 女生的作 和男生的包容 好吗 谢谢你们 请回 祝幸福 谢谢主任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